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四 今天是Saint Patrick Day Happy St. Patrick Day 今天第一个新闻就是有关Saint Patrick Day的 那Saint Patrick Day是爱尔兰的一个传统节日 所以昨天的话爱尔兰的总理 米歇尔·马丁来美国到访 并且跟议长佩洛西还有拜登 一起出席一个晚宴 结果在晚宴他们在吃开胃菜的时候 爱尔兰驻美国大使就悄悄地走到了爱尔兰总理旁边 告诉他他测试新冠阳性 所以他就匆匆地被带离了现场 那当时Nancy Pelosi正坐在他的右手边 他们两个都没有戴口罩 那当然Nancy Pelosi的这个发言人就对ABC News解释 就说我不需要被隔离 因为我虽然离他很近 但是呢我的医生告诉我我不需要被隔离 而且说马丁总理一直都戴着口罩 直到他吃饭的时候他才摘这个口罩 而且吃饭的时候 我们当时正在吃开胃菜的时候 他就被通知他得了新冠 然后就离席而去了 所以他认为他的这个传染风险不大 所以你看如果换了其他的人的话 那我相信肯定是要隔离的 但是Nancy Pelosi就可以不隔离 那当然Nancy Pelosi也可以在疫情期间 在所有人都不能够营业的时候 他不戴口罩去做他的头发 那总之他是全美国的最大的一个例外 那不管怎么说 昨天晚上出了这个事之后 今天拜登就出席了今天的这个Saint Patrick Day的武餐会 不过为了纪念这个爱尔兰节日的这个武餐会 却没有爱尔兰的总理参加了 今天武餐会上那拜登又说了一个很愚蠢的笑话 那他开场的时候他就说天父请祝福我 我几乎都要犯戒了 然后尝下一阵哄笑 因为他大概觉得自以为幽默 然后他说我虽然是一个爱尔兰人 但是我并不愚蠢 你可以看到到那拜登骨子里就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 你想想看如果川普说了这个话的话 那肯定他会被指责为种族歧视主义者 这就是典型的刻板印象嘛 那这个潜台词是不是一时是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是愚蠢的呢 这已经是拜登不止一次的做种族歧视的言论了 之前他攻击了有色人种拉丁裔黑人 在疫情期间他攻击了黑人和拉丁裔等有色人种 说他们是搬货架的 还有说他们不会上网去排队检测新冠 在大选之前他接受黑人电台的访问 他说如果你对选择我和川普之间很有疑问的话 那你就不是一个黑人 总之那今天居然攻击到爱尔兰人了 攻击到他自己的祖先了 拜登是有爱尔兰血统的 他祖父是爱尔兰人 这一再验证了 我有一个朋友的一个说法 他觉得拜登是非常愚蠢的一个人 就是他说话根本就没有经过大脑 或者他有没有大脑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总之 这是今天Saint Patrick Day的一个小的插曲 那在今天呢 有很多我认为都是很不好的消息 首先就是突发的一个事 就是国务院今天承认有一个美国人在乌克兰死亡 国务院就说对他表示沉痛的哀悼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就说 俄军在大规模的轰炸平民区的住宅 所以很多死伤 那其中有一个死亡的人被确认是美国人 那我相信这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那拜登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他们胆敢杀死一个美国人的话 那拜登就会给他们好瞧的 那我想看看拜登到底会怎么处置这个事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我好像比较有好战的倾向 我完全没有 我不希望美国卷入到战争 我不希望全球卷入到战争 这是为什么我希望尽快结束这个战争 希望他们尽快能够和谈 或者尽快俄国能够撤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是为什么我支持制裁他们 支持去帮助乌克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当然有的人说那乌克兰人为什么不投降呢 如果他投降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但是这种说法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那如果有的国家来攻击美国的话 那你觉得美国人都应该去投降吗 那投降不就没事了吗 那如果乌克兰投降 那下一个投降的会不会是波兰 斯洛伐克或者其他的国家呢 因为我今天还看到另外一则新闻 也是福克斯报道的 就说俄国的前外长 克斯罗夫就对福克斯数字新闻说 他说那我觉得其实俄罗斯的企图 不仅在乌克兰 那他也有企图进攻东欧 这是一个我认为很爆炸性的新闻 但是这不是由西方的政客说出来的 这是由前俄国的外长说出来的 那这个外长安德鲁·克斯罗夫 他是1990年到1996年任俄国的外长的 那他就说现在的氛围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觉得他在任的时候 俄国的状况似乎没有这么糟 他说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体系的话 让人感到很恐惧 他说他之前也跟现在的外长共似 他说这个现在的外长是他的兄弟 那他很信任 他觉得他是个好人 但是他们现在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所以他说那我之前是俄国的外长 我认为我以他们的形势方式 我有充分的理由 认为他们不仅会入侵乌克兰 如果他们成功之后 很可能他们还会攻击其他的东欧国家 那当然他把这个都归咎在普丁身上 他说那普丁其实是一个活在他自己世界中的一个人 这是他对普丁的一个描述 他说那当然除了他在克里姆林宫 他自己的办公室 或者他在躲避新冠 或者躲避现在的核工机的这个banker 这个掩体之类的这些空间里 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他认为普丁活在一个幻象中 他说他低估了乌克兰 他觉得没有一个叫乌克兰的这么一个民族 那他也觉得乌克兰人不会抵抗俄国的这个侵略 他觉得西方不会有这么团结 所以他也以同样的谬误低估了整个的欧洲 这是俄罗斯前外长的一个说法 其实他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中肯 因为第一他自己是俄国人 而且他是外长 所以他非常的知道俄国的内政和外交 那第二个 之所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真实的 就是他也印证了另外一个从俄国逃出来的一个 为BBC还有俄国其他媒体工作的一个俄语的女记者的一个说法 这个记者逃出来之前就采访了很多俄国的高官 他觉得俄国内部很多高官都面临着末日恐慌 他们觉得俄国要失败了 俄国的安全机构也评估说 那最迟的话 六月份他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否则的话他们会败得很惨 那他们对这场战争的评估也非常的不看好 觉得大概率的可能会失败 同时这个女记者还透露出来的说 入侵乌克兰的决定是普丁一个人做出来的 就是在政府内部似乎只有包括普丁在内的三个人知道这场攻击 就是连俄国的国家安全部门还有其他情报部门等等都不知道俄国要攻击乌克兰 所以就是这么的保密 很多俄国的高官包括国会议员都在给俄国入侵乌克兰 前两天都不知道俄国会有这样的军事行动 都不相信俄国会开战 这也印证了其实俄国跟普丁关系很好的这个亿万富翁也表示俄国不会入侵乌克兰 就是似乎俄国的高官都不相信普丁会入侵乌克兰 按照这个女记者的说法 他说他采访的官员很多人认为这个入侵是一个错误 但是他们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 他们就在为自己推脱 因为他们很怕就是对一个非常集权的强权的独裁者来说 那他周围的官员都是战战兢兢的 我看过一张照片普丁和他的这个内阁开会的时候 坐着一个很长的桌子 离得很远 那坐着两头 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这个说话都可不可以被听到 可能要说很大的声音才可以被听到 他在问到他的国防部长 还有总参谋长的时候 那他们都是很犹疑的态度 对要不要入侵乌克兰 他们都抱得非常犹疑的态度 那当然在俄国也就这三个人 也就他的国防部长 和武装部队参谋总长 还有普丁三个人 知道他们就要开战了 所以也就是在这么一个机密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决定 那其实也就是 是普丁一个人做的决定 按照苏联前外长的这个说法的话 那也就是说 真的普丁在开战之前 他并没有很好的评估 他的这个形势 他得到的消息都是虚假的 或者是部分虚假的 这个不奇怪 因为在一个非常独裁的情况下 你得到的只是好话 那大家都恭维你 大家都说 乌克兰不行 俄国很棒 或者希望世界不堪一击 或者希望世界不会这么团结的 他们只会说 普丁爱听的话 那普丁听到之后 如果他真的生活在 他自己的幻想中 他真的像 这个前外党说的 他不了解 外边的世界的话 真的 那他比较容易 做一个错误的判断 所以俄国入侵 乌克兰虽然有普丁长期的谋略在里头 他一直想重现苏俄帝国的光辉 大一统整个的前苏联的这个帝国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的这个独裁 他的这个强大的压力 导致他得到的情报非常的不准确 或者只有部分 因而让他做出了 到目前为止 举步维艰的一个错误的判断 那普丁现在在 针对所谓的这个叛国者 实施了一系列的行为 那今天最新的一个报道 就显示说 俄国的国民警卫队的副统领 据说被普丁下令拘押了 因为他要彻底的打击 在他入侵乌克兰之后 对他不忠的这些人 这个被拘的俄国的将军 叫做罗曼 哥夫里罗夫 他是直接向普丁总统汇报的 那他被俄国的安全和 反情报机构FSB 就是联邦安全服务局 给拘留了 具体的为什么拘留他的原因 不是很明白 但是呢 报这件事的 荷兰的这个调查记者就说 他的来源告诉他 哥夫里罗夫泄露了俄军的情报 导致诸多的阵亡 另外一句OVD的这个信息显示 那自从2月24号 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 那俄国精锐至少有14980人被拘捕 这个OVD是一个独立的监督政治迫害的一个机构 在美国有一些资深参议员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说普丁是不是精神状况有问题 说他神经是不是不正常 其实俄国的前委长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个事 不是他神经不正常 而是他得到的信息都是错误的 一个人如果得到的信息都是错误的 他就活在他自己的这个幻象中了 而仅仅因为他一个人活在幻象中 却给无数人带来苦难 这就是独裁体制之所以不能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OK 这是今天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下游